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蛮多的哦 经验 就是那想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心态要正确 然后就上面有很多奇怪的人 但是就是还是 那你是奇怪的人吗 不是我是蛮就是交朋友 就是一起出来吃个饭之类的 我觉得还蛮好就认识新朋友 那你主要在上面是认识女生吗 大部分是女生 那想请问你就是你觉得 第二题是网路交流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呢 好处哦就是 如果真的可以跟女生吃饭 那就很好啊 然后坏处的话就是 太多男生了 太多男生了 这种什么探探跟那个太多男生了 应该要多一点女生 那想请问你之后还会想要在这些平台上面认识朋友吗 会 因为想认识女生 想认识女生 对 要认识几个 越多越好 第一题是 就是请问你有没有网路交流的经验 没有 没有 那想请问你就是 你觉得网路交流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我觉得可能好处是 就是平常不能跟朋友说的事情 可以在网路上交流的时候说 但是坏处就是可能容易有受骗或什么不好的影响 就是不知情的人就可以跟他说心事的感觉 对 好 那想请问你就是之后会想要在网路上面认识朋友吗 应该不会 不会 为什么 就是可能太忙 没有时间吧 就是我觉得 可能平常生活上的事情已经很多 所以就可能不会拨时间在那上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你就是之后还会想要在就是这些平台上面认识朋友吗 是可以啦 不排除这个交友的这个平台这样 所以你觉得就是实质上认识的朋友比较好 就是比较好过于网路交友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到那个各大学校的热舞社去交友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因为跟别人交友 然后还可以在那边跳舞 这样不是可以大家见面比较好吗 不要在网路上在那边传个字又没有感情 对不对 好 欢迎大家加入热舞社啦 好 好 那你有没有在网路交友的经验呢 呃 有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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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想请问你是在哪一个平台上面认识这些朋友 像是 FB啊 IG啊 或是Goodnight或探探之类的软体 是用就是Tandem Tandem 就是它是一个国外交友软件 可以跟他们交换语言 哦 那想请问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就是你在这个经验上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呃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主要是网路交友上面是 比较方便是语言交换这一块 你就不用说 还要在当地再找一个人去 去 就会比较麻烦 那你只要有网路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跟外国人聊天 而且 不是面对面你也不会那么紧张 就不会那么尴尬 还可以真立语言能力 对 好 那想请问你就是 你觉得网路交友有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你刚刚讲的就是比较像是好处的部分 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坏处呢 坏处的话就是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没有见过他 所以他 就如果你太单纯的话 可能会被他骗 骗钱 就是要小心这样 对要小心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就是 在平台上面认识朋友吗 嗯会吧 会 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经验是好吗 对我经验是好 嗯 好好那谢谢你 谢谢 想要调查就是 大家对交友 网路交友的想法 那就是请问你们有没有网路交友的经验 有啊 有蛮豐富的 真的喔 那你是在哪个软体认识这些朋友呢 就是FB啊 IG啊 Goodnight或探探 都有都有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用 哪个比较好用 IG 嗯 就是 我比较喜欢 因为他 如果要跟 因为网路交友 你不认识他 你也没见过他 但是如果你要找话题跟他互动的话 IG他有限时动态 可以看到他一些比较 日常的东西 对对对对 那你有觉得 就是网路交友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我觉得就是一个交朋友的平台啊 然后 他会有一些先决条件跟门槛 只是看你怎么去想他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在网路上交到朋友 其实跟你现实交朋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他只是 你从来没见过他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对 那你觉得有什么坏处 有什么坏处 就是要小心 如果是女生的话 就是可能要 警觉性要高一点吧 对 那你 每个人都生活这么 风流倜傭 然后又诚信 对 那你之后 还是会继续想要在网路上认识朋友吗 还是会 还是会持续到一辈子吧 反正网路四代 好 是的 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在网路交友的经验 呃 算是没有 可是有 就是人家来 自己来密的那种 呃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没有经验这样子 哦 那 我想问你们就是你们觉得 网路交友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我觉得 坏处吧 很容易遇到怪人 遇到怪人 对 就是不知道的人 然后突然怀疑 对 那 对 会 就是比较容易遇到怪人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那你觉得有好处 好处 呃 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经验嘛 所以我不太知道好处是 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就是我们想要调查就是大家对网路交友的想法 那 第一题就是请问你有在网路上面交友的经验吗 呃 有过 有过 那请问你是在哪一个软体上面认识这些朋友的 像是FV啊 IG啊 独奈啊 探探之类的 我 我是在WuTalk 喔 WuTalk 那 你有什么经验要分享的吗 经验喔 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在网路交友是蛮好玩的啊 因为就是 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后不同个性的人 然后 跟他们聊天是还蛮快乐的 对 那你觉得网路交友有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你刚刚讲的有点像是好处 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坏处 坏处喔 就是 啊 就是你可能自人自面不自心嘛 就是你只能跟他有讯息的交换 你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然后可能就是你们一出去的话可能就会遇到危险 所以我觉得 这算是一个坏处吧 喔好 那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就是在WuTalk上面认识朋友吗 会 会 因为我觉得就是 反正就是 无聊之后会去玩一下 因为 不用看到 不用看到冷嘛 就是不会有那个压力 所以我觉得 还不错 就是无聊可以玩一下 那同学 那怎么了 那怎么了 可以 请问可以访问一下你吗 好 好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针对网路交友 就是想要询问大家的意见 那第一题就是请问你有没有在网路交友的经验 有啊 有啊 那请问你是在哪一个平台上面认识这些朋友 像是FB啊 IG啊 Goodnight或探探之类的 喔 IG吧 对啊 那就是想要请问你有就是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经验吗 就是可能有就是有去吃饭啊之类的 看电影都有 喔 那你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嗯 坏处是可能就是 你会比较不知道他 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好处是 嗯 因为网路交友平台 他可以认识到比较广的人 对 就是比较 不会限制在一个圈子里面 就是一个 网路的世代的感觉 嗯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就是在网路上面认识朋友吗 嗯 当然会啊 好 谢谢你 谢谢 你觉得网路交友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好处喔 好处就是你比较可以放得开 因为你可能 没有见到面 或者不是很了解对方 你就可以感慨而谈 但是这 也许就是风险 好 因为你不认识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他的背景 甚至你连他是男生女生你都不知道 可能会被骗 对 也许可能会被骗 也许你也是就要骗人 哦 因为这是角色可以互换的 嗯嗯嗯嗯 嗯 好 好 就这两个问题 对 好 谢谢谢谢 我已经在拍了